釋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解南朝玉 我今见闻得寿词 念解如来真实意 各位继续到这里的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109页 到这里 倒数第三号 109页 现在讲到 人宫苦乐杂 深沉之枢纽 人宫悟鬼本 习俗没有相远 这一个寄宋 前面说到 我们上次讲到这个 五道里面 就是众生 五道轮回里面 能够上层 能够上升下层 的关键就是人 其他道的众生 造业的能力都很弱 最下面的地域 跟最上面的 不涉及的 没有造业的能力 都不太会造业 其他的造业 虽然会造业 但影响不大 最关键的就是人 底下他在讲一个 所谓的人本物鬼本 奇俗谬相言 关于生死轮回 道主第三堂109月 一般人的误解很多 他底下就在讲这种误解 人时不问圣人 凡人 善人 恶人 一切都进入淹魔王的都城 就是多作鬼 意思就是多归淹魔王館 二人先经过淹魔王的裁判 被送入各种地域去受刑 那么这里主要就是 一般来讲古道 地域跟鬼是不一样的 但是民间的习俗 造恶业的 那么就变成鬼入地域 那其实地域道跟鬼道是不一样的 不同道的 所以他变成死了就做鬼 那经过审判 那么比较不好的就送入地域 就变成是这样 这是一般错误的观念 中国人一向是人死为鬼 那么这个是从大概很早 大概下三周三代以来 就这么说了 人死为鬼 围着龟眼佛教的轮违光 透过中国人的旧观念 大敌以为一切死人都成了鬼 就是一切人死的都成为鬼 有功德的成为神 有罪的要经历应得的报应 在不同的地域中受十殿阎罗王的陈处 那么这个十殿阎罗也是后来才发展的 后来的十殿阎罗都是中国人 什么秦广王啊什么王啊 甚至宋朝的包公 那么也是十殿阎罗的第五殿 这当然是后来民间传说的 当然不是真的 一般像民间人死了 然后都带一个盆子 然后有几张几张的土 第一殿到第十殿 都画着不同的土 那后来就越来越多了 还要喝孟伯汤 还有虐台剑 然后有盐如往审判 好 那么一直到受罪完毕 这才按照生前的业行 就是他的业 到各处人间畜生去受生 中国一般的佛教徒不知佛说的生死流转是人本的 上次我们有画过 其实要到六道里面 基本上都是以人为主的 由人造作善恶业 人死了就以业力而生 受天人恶鬼促生定义的果报 其实是人来做主的 那么其他的也会多 但是他是余道 你说定义完了之后 那么他不会直接做人 那么你要到六道里面是人做主的 我们讲五道 是人为核心 那么天 人 那么鬼 处生 地域 基本上是以人为核心 人才会轮转到五道 行善 生天 此五间 做人 造恶业 那么贪业重的 可能做鬼 一吃重的 那么做畜生 成心重的 也有很多 贪生之多有 第一 那基本上是以人为核心 人才会轮转到五道 但是比如说天 天下来的时候 有可能直接做人 他有余报 我们说过果报上 这个都是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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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报完了之后还有余报 如果是地域的话 人会直接下地域 但是地域不太可能直接上来做人 因为还有余报 他可能会做畜生 然后做轨道 然后完了再来做人 他可能会这样 天一般直接做人的多 但是也有直接做鬼的 或直接做畜生的 他比较少 他有余报 就是他 但是天下来做鬼 或下来做畜生 比如说前面有讲 就是三天的天子 那么五三相见死了 做猪 那么他做猪 并不是因为他做天的时候 造了恶业 不是 是他在升天之前 前升天的之前 做人的时候 造了畜生道 那么天 因为他不太造恶业 他没有什么造三恶业的 这种力量 就是有 但是他 他基本上就是 天哪有分 色戒 欲戒 无色戒 那么色戒二产以上 乃至于无色戒 他基本上都没有造三恶业的文理 他基本上就是纯受报 像第一也是纯受报 我们说过 第一也是纯受报 纯受果报 无色戒也是纯受果报 最上跟最低都纯受果报 没有造业的人力 那果报受完还有余报 那么 这是两个 一个就是果报受完的余报 天之后还有一些上业 他现在做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天 天 照受完上业之后 他之前在人间所受的业 成所 所以这个天下来做畜生 是因为他在做人的时候 造的畜生业受果报 是这样 那不然就是他天完了之后 还有一些余扇 他做人 那么鬼 鬼 会在做人 鬼会做人 那人也会做鬼 那人做人 天做人 人生天 那畜生 畜生 畜生 可以做人 他是高级畜生 那人 也可以直接做畜生 那人 直接做地域 但是地域很少直接做人 地域不太直接做人 那无色戒的天人 也有可能 做畜生道 也有可能 但大部分是做人 那天不太 天不太 天不太 会直接下地域 不太会 因为地域业是 地域业是那种 马上成熟的业 如果他有地域业 他会直接做地域 他不会升天 所以他会升天 表示他没有地域业 然后他大部分 应该是他还有这些业 大概就是这样 这个是人为苏妙 那并不是人死的都做鬼 没有 人死的都做鬼 那我们说过 中国的民间 到现在佛教还是这样 比如说七月刚过 每年都在超度 那 为什么要超度 那基本上是因为他做鬼 所以要超度 可是假设说 你把他超度到其他道具 或是来做人 那照理讲 明年就不用再超度了 但是还是没有超度 那么这种观念 其实是不合乎 国教的观念 但是国教徒基本上 他也不管那么多 因为做习惯了 你不做 就觉得怪怪的 就好像你拜那种门口 在拜那种门审 什么审 你初一十五拜 哪一天不拜 他就觉得怪怪的 好像总觉得心里不安这样 那这基本上是 就好像一般 以前都要烧银子烧库钱 那现在假设说没有烧 那万一他又没钱用怎么办 那之前还要烧那一些 纸扎的那一种 汽车啦房子啦 还有这一种 那就会觉得说 就是说 这个其实就是中国 中国的观念再加上 中国民俗的观念再加上 印度佛教的观念融合的啦 那像现在我们说过的 我们一般人死呢 就认为他做鬼 第一个要给他拜饭 一定他拜饭 那我们说 鬼不一定吃跟我们一样的饭 第一个要拜饭 第二个 那么要做 要做七 要做百日 要做对年 然后 然后完了之后 还要赶路 还要排位 还要房 反正就一大堆啦 那么这一些 这一些基本上 都是人死为鬼的观念 人死为鬼的观念 我们说过 比如说我们讲 超度这个观念 那什么叫做超度 其实超度基本上是 度脱三界的意思 超越 超越这个生死 度脱苦海 它基本上是这个概念 那基本上就是 超脱三界的意思 那如果真的要超度的话 其实是众生都需要超度 那么谁可以超度 谁可以 谁可以超度你 然后谁需要超度 每一个人都需要超度 那谁可以超度你 自己超度自己 因为意思是自己造的 那基本上是这样 可是 现在我们这种观念已经是 慢慢慢慢变成一种习俗啦 好 人死就为鬼 所以要吃 要吃要送心给他 那当然 也不可能送心给别人 别人就有 那是不可能的 好 好 我们再往下看 那他讲到 中国一般的佛教徒 不知佛说的生死流转 是人本的 是由人 是说由人造作善恶业 人死了就依业力受天人恶鬼 还生地义的果报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大家误以为 中国式的鬼本 以为人死了 一切都做了鬼 所以人死了就做鬼 做鬼 做鬼就要办 那么就要超度 但是我们基本上超度 也并不是把它超度到处做人 我们超度基本上 就好像说请他来吃饭 如果超度做人 你今年超度了 没有人就不用再超度了 那很明显不是这种观念 我们基本上有一点点像是说 比如说七月 或是他忌日 或是每年的这个忌日 或是七月 就拜他 给他吃饭 类似像这样而已 如果真的是所谓我们超度 我们先不要说超出三界 就给他从鬼到里面拉出来做人 那做人去投胎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超度 就不用了 但是好像我们也不是这种观念 我们的超度好像有一点点就是 他做鬼他就会受苦 那么我们跟他诵经 就可以让他不受苦 有一点点这种观念 可是其实大部分的人 超度到底在超度什么 到底是什么意思 到底为什么要超度 超度到底有没有效 其实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 真的 我相信很多人 七月都会去写 然后都会去诵经 都会想超度自己的祖先 父母 到底是在超什么 度什么 那么超度到哪里去 用什么来超度 那其实大部分人是老实讲搞不清楚的 只是说大家都这样做 那你不这样做 好像祖先就会受苦 就有这种 有这种好像我们也不太清楚 但因为不清楚 所以大家做就要跟着做 你不跟着做 好像会出什么问题 就不会这样 好 那其实这种观念 就是我们讲人允欲允 那人家做就跟着做 对啊 好 我们等一下看 那所以他这里讲 中国的一个错误的观念 就是鬼本 人死了一切都做鬼 另外鬼跟地域不分 所以认为在地域受苦的鬼 受罪完毕 再往人间或旁生去受生 这真是错误起了 大部分人的活教主还是这样 大部分人的活教主 现在 现在还有更麻烦的 比如说 我们常常看那个水无大法会 那么今年祖先 那么 做做煞油其事 就大家送金 大家什么坛什么坛送完金 就祖先的牌位 一起等送他 都丢掉那个 都把那个牌位 送到那个往生船里面去 那么就这条船送他去往生 明年又来送一次 那到底他是又同期又是又下来吗 你看明年又做一次啊 不是吗 每年在做啊 那如果照理讲 他已经送去往生了 这么殊胜 已经送 已经把这一批人 已经把这一批人都送去往生了 那明年还是这一批人 又送一次 那是怎样 他又做草回来吗 那很少人去想这种事 那我们会说 那他有可能没有送走啊 对啊 那每年都送不走 那你到底是在送什么的 不是吗 每年 大家每天 每个人到最后啊 把那个牌位 全部丢到那辆船里面 有没有做过水路挖毁 有没有去做过 你看 就全部都送走了啊 假设已经送走了 已经往生到西方了 那为什么明年还会再做一次 是他没有上船吗 是他没有到西方去吗 那他为什么不去 那这种观念 不要借流传来已久 但是就说 既是明朝以后了 明信都才开始有了 那可是大家都这样做 但是很少人就去想 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样做有什么意思 有什么意义 那很少人去想 那人死了就做鬼 做鬼就要超度 现在是要把他度到西方 可是好像也度了几指次 从生 从你开始做 做到你死 你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度 你就一直度就死了 一直做一直做 每年都做 那这个是很奇怪的观念 那我们等一下看 那另外 这是鬼和地义是分在 是合在一起的 那像我们像地藏经 认为这个受了地义 受了鬼 其实都参在一起 其实定义道和鬼道是不同道的 定义道跟鬼道 就好像鬼道跟畜生道是不同道的 也是我们基本上就认为 比较苦的鬼就是定义了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你看导师说 这正是错误极了 然而习俗的谬说相言成功 有些学果的觉得要升天升净土 而同时没有忘记 人死为鬼的救管理 就是这样 一方面 最常见的就是 你看 口口声声说要升天升净土 同时又做鬼的打算 凝强 死屋 还是照样的准备 做儿女的也觉得非此不足以表示孝心 那最常见的就是什么 买什么 买灵骨毯 你一方面说要往生 一方面又去看 看灵骨塔 这个地方好 这个常常有人在诵经 这有什么办 这个风水又好 你看这个不是 一方面说要往生西方 一方面又去看灵骨塔 又去看那个塔位 而且还特别买在地藏菩萨旁边 那你这不是很奇怪 所以 人 都没有想清楚自己这样做到底是在做什么 很少人这样去想 然后又要有一个牌位 又要有一个塔位 以前都要魂墓 现在没有 就是牌位跟塔位 然后又怕 又怕这个 一开始 怕没有人助念 怕没有人帮你做法位 然后死了之后 又要牌位又要塔位 这个其实都跟往生 往生生天 跟佛教的观念都不符合 所以 他说 不知道 人死了 随夜历流转 生人生天的也不少 念佛的也有往生西方 如果是佛教徒 佛陀时代的佛教徒 基本上 如果在家人 生天的非常多 然后再来做人的也很多 大部分 不是生天就是做人 人天 因为你五戒时代 一定是人天善佑 不会做三二道的 只是说 一般来讲 天都在御戒天 那生道逆天的最多 因为什么 因为没有禅电 夜谋天以上 就要定 稍微的定 比如说 你平常有在修定 那你用五戒时杀 那定不是很强 那你大概 你大概就可以生空居天 空居天 就是夜谋天以上 但是一般来讲 一般在家人 那么 这个 都是生御戒天 而且都是在道立天 道立天不需要定 不需要定 那定比较强的 就生射箭天 更强的就生不射箭天 基本上是这样 那佛头时代 大部分都是生道立天多 要不然就死亡天 其实是这样 那做人的也不少 念佛的也有往生西方 整个一口断定自己的父母 使得堕落在热气的鬼道 最常见的就是人死 然后就要给他 我常常就觉得很奇怪 我常常有所有人往生 他会请出家人去送进来 那我常常看那个仪鬼 我都觉得很纳闷 可是大家仪鬼都这样念 你也不能不念 但是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不念 就是他会 他一般 一般往生的佛事 基本上就是 有些念心经 阿弥陀经 那后面就施死 那施死就会念 这个甘露水箴言 开淹喉箴言 这些 我就 我一到这里我就不念 为什么 你把它当鬼 而且还是什么 还是恶鬼 恶鬼里面是什么 念口鬼 真口鬼 我就觉得这样不是很好 就要开淹喉 那有些人说 那不是 不是要开那个死者的淹喉 是要开那些来抢 抢死的恶鬼的淹喉 哪里是这样 你又没有救他们 他们哪会在抢死 所以一方面 你看那个 那种其实是在 发持悲心 其实你也没有办法真的 你给他念这个咒 他就可以开淹喉 就可以干露水 就可以一颗变七颗 我告诉你 你没那么厉害 真的 但是这个 这种是引发你的慈悲心而已 但是你把它当 比如说这个人我死了 你看佛事 佛事里面 阿弥陀金 然后就开始死死了 一饭 一般说一饭五菜 或一饭六菜 就这样 然后就开始 就开始念干露水 开燕火 我如果去帮人家 人家求我去念 我很少去念 就是就帮助人 就去安慰安慰 然后如果我念到这里 我一定不念 为什么 我觉得你这样 因为你要观想 就观想那个 也是变成恶鬼 可是博事就是这样 他是统一的范本 你知道吗 大家拿起来就是照这样念 但是到底在念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念 其实就是什么 照商办事 照仪鬼 仪鬼这样 仪鬼这样 鞭果就这样念 很多佛教室都是这样的 不明不白不清不楚 我之前就在怀疑 我之前就念到这个 这个要念吗 为什么要念这个 死了都做鬼吗 也不是 为什么要拜饭 为什么要一瓣五菜 一瓣六菜 真的需要吗 其实我都有疑问 然后后来我都不去做这些事 以前不知道 我觉得大家都这样 我就拿来拿那个 拿那个客送本 拿那一种 往生佛事的那一种 然后我来看 我就一面看一面想 这是有道理吗 后来就是 人家不需要帮忙 人家就帮忙 就帮忙送 安慰 其实是安慰 安慰家属的多 利益王者的少 但是家属这样他就安心了 即使是这样 就是觉得 我之前有这些出家的人来帮忙 好像 好像他可以得利 他自己是安家属的心 但是实际上 如果真要 即使佛法 我们从佛教的理由来讲 佛教最好的就是 他活着好好的时候 就叫他好好寻佛 持戒心善 真不行的时候 生病的时候 要嫁及发心 要好好学佛 再不行的时候 弥留的时候 灵命中的时候 好好念佛 这是对的 等死了之后 再不行啊 这是下下策 再不行啊 你已经死了 但是 刚死 但是还没投胎 这中阴生阶段 我们先假设有中阴生 就死了 还没投胎这个阶段 再帮他引导 引导他 升起正念 跟他讲 启发他的善心 成熟他的善念 告诉他 你一生做了多少好事 你有皈依 有学佛 不管他所有的好事 都跟他讲出来 让他升起善念 那么这个时候 他的善念可能会增强 再不行就是这样 所以七七十九天 是这个样子 那过了其实就不需要 过了也不用每年 每年都在写牌位 每年都在超度 每年都去做法位 我告诉你 不需要了 真的 真的不需要 但是佛教所就是这样 你想想 只有华人 只有华人的佛教主 才有做这个 藏传的也有 南传的没有 西方的也没有做这个 那西方人死了 西方人死了 都没有人超度 不是很可怜 都没有人见死 那不是很可怜 哪有 不一定 不是这样子 华人每年至少 我看至少 就华人的佛教圈 至少一年大概至少 都有一万场华会 一万场 要讲台湾就好了 台湾单单企业 都找不到法师可以送钱 为什么 台多地方都要搬 台多地方都要超度 那么多瓦会 超多不瓦的鬼 越超度鬼越多 西方人从来没在超度 也没看见他们鬼比较多 这种观念 而且泰国也没有 南传的也没有 南传的没有 南传的没有中印生的 北传的不一定 所以有的说有 有的说没有 湛船的一定有 一定有中印生的 这讲的不太一样 好 西方的基督教社会 也没有中印生的 死了 他们死了 也没有所谓鬼 死了 就等待审判 这个也很奇怪 好 那我们底下看 所以你怎么可以一口断定自己的父母 死而堕落在恶气轨道 而且还是做那种恶鬼 而且还是那种厌口鬼 真口鬼 所以还要给他开咽喉 这可能是侮辱父母不孝之痴 你看老师说的很严重 所以我如果真的 我之前有 因为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奇怪 我就觉得这个 人死了 都要跟他 我有一次去帮 我们有一个校友 往生了 那他 我们去帮他诵劫 有一样去帮他诵劫 然后念佛诵劫 然后他正身 为佛教做多少贡献 出家 念佛很精进 一定可以往生西方 接下来就一样 那个见识 然后甘露水 开淹喉 我就觉得 他怎么念这个 他不是说他往生西方吗 没多久 又把 又烧了之后 又送塔 送去那个塔位 又那个 台位又放在那个塔里面 又路塔 路塔又跟他讲 你在这里 好好休息 那你不是说他往生西方了吗 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 就是我们都没有在想 那这些语鬼到底合不合理 很奇怪 后来我念到那种 那种 在露水 开淹喉之后 我都不念 我觉得这样误入他 真的 我就真的不念 那这里导师讲 这个气势很奇怪 觉得很奇怪 你就把他当恶鬼 你有观想也不对 没观想也不对 那这个气势很奇怪 那国教学还一直在做这种事 还一直在做 我相信你们也有可能有念过 中国一般的鬼本论 导师讲 污辱父母不孝之痴 污辱祖先不孝之痴 污辱朋友不孝之痴 不义之痴 这个是这样子的 中国一般的鬼本论 已谬传谬 由来已久 非从根本上纠正过来不可 大家佛法 不是靠出家人 靠在家出家示众必须 有心的人 我们也别人这样做 我们也没办法去叫别人改 很难 我们从自己改 比如说我们自己就不这样做 如果说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祖先 我们自己不这样做 我常常教说 你不用七月你不用去超度 你不用去写牌位 但是你说我要替我父母做功德很简单 你一样去布施 你也不用写你父母的名词 你不用 但是你也不用 你想想 我今天拿一千块给这个道场 叫这个道场的法师帮我送一布斤 这个是买卖 我一千块买你送一布斤 一个小时 或是两个小时 你帮我送一布斤 这个是买卖 你的功德何在 没有什么功德 你拿一百块去跟人家买一包花生 你得到一包花生 他得到一百块 彼此赢获两期 没有什么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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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你的人 对你来讲也没有恩 你跟他买的人 对他来讲 你也没有对他有恩 彼此是没有恩情存在的 如果他送你一包花生 那他就对你是不施 如果你送他一百块 那你对他是有恩 其实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给他一百块 他给你一包花生 彼此是云获两期的 功德在哪里 那如果说他这一包花生送给你吃 那就不一样 我说这一百块给你 那就不一样 好 那一样 所以我常常讲 当然人家在做 我们就不要去讲人家 但是我们自己的话 其实最好的是怎么样 如果说好 那七月到了 大家都在借这个机会 我们就叫做孝亲月 我觉得我要 想要利益我的父母 你不用去给你父母 写 点灯 写牌位 不用 你只要这一百块 我捐点这个事愿 希望这个事愿化为他的功能 也不用写牌位 也不用点灯 但是我之所以去做这件事 是为了我父母做的 你只要这样想就好 也不用他给你点一盏灯 给你写一张牌位 帮你送一付金 那就变成我是买你一个小时 或是买你一盏灯的 就好像你拿一百块去买花生一样 那现在不是 现在我纯粹我只是捐给这个事愿 我希望这个事愿化为他的功能 定义一切众生 在幽暗中的众生 在无名中的众生 在烦恼中的众生 能够引导众生走向光明的地方 那么我的这个希望 我为我父母做的 你心里面这样想就好了 为什么 一切善乐业 不管今天 不管我写 不管我有沒有写我的名字 不管人家知不知道 不会因为 不会因为人家知不知道 不会因为名字写对写错 他的功德就归到归错了 功德就没有了 因为我没有写我就没有功德 因为我名字写错到其他人之障 功德就变成其他人的 没有 业果的原理 自作自受 谁做谁受 做多少就受多少 这个是 不管你有没有讲 不管人家知不知道 他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我是为我父母做的 我就跟我父母有一个远战 有一个上远战 那么未来你的父母就可能因你而得度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最好的方式 其实我倒不觉得说 就要去写牌位 然后不用 你还是可以去借这个 借这个借责一个月 怀恩 报恩 但是 不用说 那我一千块 然后写一张牌位 那师傅请起和谐 帮我送钱 回向 倒不需要 真的 我自己也这样做 我父亲往事 我也自己也这样做 我们不用说 那谁在哪里 谁在哪里超度 我就继续帮我父亲写一张 不需要 但是我们就牵钱 就牵给这个实验 就牵给这个法师 我们栽生 然后 我为我父亲做这个事 我也不用特别写起来 请大家 请大家帮忙回向给我父亲 也不需要 我告诉你 这样反而有 因为什么 因为你是为你父亲很虔诚的在做 你也不是做买卖 我一千块给你帮我送两部信 帮我拜一部餐 你不需要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还比较好 那大部分的事愿之所以 要这样做有一点点 第一个过去就这样 大家都这样 这是一笔 维持事愿的重要生活来源 其实老实说 事愿没这个也可以过 真的 但是两种错误 一种就是 出家人认为如果没有这样 生活都过不下去 在家人认为如果没有这样 祖先就不能得度 就变成这样 就没有得到利益 所以很多人都怎么样 写了之后还要去看 有没有写对 写在哪里 有没有写上去 还是没有写就没有 写错了功德 就不会到别人身上去 所以这个根本不是业果的理论 你要好好想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 大家如果有听法的 那么以后你就这样做 那么慢慢佛教生态就會改变 在家人我就捐钱就好 我也不行 那也不是七月才做 如果你的祖先真的是 你七月才给他做一次功德 那其他死一个月他就怎么办 当然人死的不是做鬼 要回归到过温 只是说我们这个月特别 起这个报恩的心 那还是你的 还是你的善心 那你未来跟他有善缘 你未来跟他有善缘 他再来做人的时候 就会跟你比较亲 比较会亲临的话 比较会依你而得度 就好像奶奶带着孙子 那个孙子去学佛 就这样嘛 那个孙子受到奶奶的影响 那也很可怜是 那个奶奶在超度她的父母 想报恩的心 结果那个孙子 那个她的父母回头过来做她的孙子 那因为他一直很想报恩 所以这个孙子就很听奶奶的话 我告诉你很多是这样子的 就是都是这样来的 不然呢 但是因为你又想要报恩的心 所以你想要利益他 然后基本上你跟他的缘 就会成为善 并不是真的你就超度他 没有那么厉害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说要改变佛教的这种生态 第一个出家人以为 如果没有靠这个 没有靠这个超度 排位 点灯 好像生活就过不下去 不会 好 因为很多在家人以为 你不管谁 我就去其他事业 那我就不把钱捐给你了 那他们就会觉得我不这样做 那人家这样做 那我这里就没收入了 其实不会 但是在家人也要改变观念 出家人也要改变观念 这样佛教才会真正走上什么 政界 真的 但是大部分人都会胖 要不然你一会 不会 我告诉你 你要相信业果的观念 佛教最重要的就是 总的这边讲 要有政见 在家出家都没有政见 真麻烦 然后就这样 这里讲的嘛 习俗没有相言 你看不少很错误的习俗 所以就这样一袋床托一袋 一袋床托一袋 一袋床托一袋 那就这样一直 然后很多啊 那现在还有 还有在烧那个什么 就是后来 还是很多 第一个要找我 然后第二个要 晚了之后 那个排位都要拿去烧 那有些还要 还要撒那个什么 撒民啊 撒糖果啊 撒钱啊 哎呀一大堆多的事 那很多人 那像七月普渡都在拜 那拜的非常多 有一个很错误的就是 都在拜 他拜完了 很多人又不敢吃 那么又要拜很多 然后就开始怎么样 开始到处送到处送 送给孤儿宴啊 老人宴啊 又是又不能吃 又要拜 那是很奇怪的 很奇怪的观念 根本就不需要 更离谱的就是 烟共火共 烧给那些鬼神的 烧一大堆米啊 什么浪费钱 你把那些钱拿去 帮助那些孤儿老人就好了 你也不用拜 你直接把那些东西买一买 每一年 你不用普渡到一大堆 然后普渡完 就觉得这个鬼吃过的 吃了会拉肚子 吃了不好 就不敢吃 我告诉你 这个实在是 我觉得啦 鱼吃自己 你倒不如 你也不用拜 你就把 你其实 你就把这些买一买 直接送去 给孤儿宴 给老人宴 你不要拜完了 你自己不敢吃 然后又到处送 然后又夹着慈善的名字 我觉得这样是 其实很奇怪的 那当然 我们是在上课是这样讲 行家道场 大家各有各的做法 但是我觉得佛教的 那个错误的习俗要改 就是要从知道的人开始 有证见的人开始 那你不能够一下子 击屁不能顿除 没办法 但是知道的人就开始做 像 像我就 我就开始这样做 我开始这样做 我爸爸往生 我们也不会给他 买塔位 用牌位 也不会 也不会是到处跟他操作 我们就是 我为了我爸爸 尽一点孝心 然后我们就捐钱 捐钱捐到哪里 捐到哪里 帮助谁 帮助谁 就这样就好了 也不用写名字 不用特别写名字 那这样试验 因为这样就会改变 试验也会有收入 他还是可以维持 那我们也不用去做这些 那我们布施是单纯的布施 那这个很好啊 这个对佛法来讲 他才是正确的 所以我希望 我听到的 大家慢慢 也不要 也不要去买塔位 死了 死了就去投胎了 你要去买塔位 容易做鬼 为什么 你自己已经 你有这种心 预约的心 我要住在这里 这个是我的家 你死了 你死了 你就会住在哪里 那有写你一个牌位 你觉得这个是你的 你就会附着鬼 你就会这样 那你没有 你反而比较不会 不要去买塔位 那是这样 你白马塔位的钱 那去捕食就好了 你要捕食给谁都没关系 捕食给穷补的 捕食给试验 捕食给什么都没关系 但是那即使不需要 那怎么办 骨灰磨一磨 放在树下 撒在大地 印度人 印度人也从来 除了圣者之外 有修行的人之外 也没有在 也没有什么塔位牌位 印度人没有的 都是放在狠河里面 狠河沙很多都是骨灰做的 不然就放在那个丛林里面 用不吃 也没有去 除了有修行的人 那骨头才收起来 稍微那骨头收起来 其他供养 其他也没有 所以 中国的这些错误的观念 这样相远到 到现在越来越离谱 真的越来越离谱 现在又多个英明 堕胎的英明 也很麻烦 然后还有什么药灿 一大堆有的没有的 那么越来越离谱 我看过还有那些什么跳 跳来跳去的 还有过什么巧的 一大堆 就越来越离谱 花样越来越多 那正性的佛教读 要从这个地方开始改 那很多人就是 想要不做 但是又觉得好像不做又怪怪的 其实不会 真的你不要这样想 有证件 你要有证件 我们要有一个证件 但是有一些是 父母不是我做主的 兄弟姐妹不做 可以很麻烦 那他要做 就做没关系 但我们自己不这样做 那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话 如果有我们决定的话 我们就可以不用做 那如果其他的人 就决定一定要做 他怎样讲 那没关系随事 但是我们自己要有证件 我觉得学佛就是第一个 就是证件嘛 证件有善有恶 有悦有望 你的夜报理论要清楚 很多人即使学佛那么多年 大圣三星都会知道 那么也会讲为事 也会讲中官 但是很基准的夜报理论 都不清不楚 你看死了要做这个 所以很麻烦 那我是觉得 你好好想 从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表率 做给别人看 慢慢慢慢影响 影响一个人就是一个人 影响一群人就是一群人 至少别人都不受你影响 但是至少你在这个世间 升起证件 你这样才有办法证件真上 证件真上不过三热道 你不用怕什么隔音之内 你证件真上 你就不过三热道 你依这个证件 我告诉你 你深深是德于佛法 为什么 有缘吧 与法有缘 与法有缘 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 你要有证件 像我学佛 一定要去证件 不管怎么样 我绝对不去抽签 不管遇到再怎么困难的事 再怎么迷惑的事 不去抽签 不去拔签 不去拔签 不做这种事 你要相信 相信业果 相信从自己的心去改变 没有办法改变 那是业意接受 也不要去相信那些有的没有的 真的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发现不管 也都即使在教学的 在讲佛法的 学习佛法 有禅忍的 遇到生命的关卡 就乱了 遇到这种 父母往生的 或是至亲往生的 就乱了 全部乱了 政见都消失 政见完全没有 实在是 所以 这一部分 我希望就是说 你从佛法上好好去思维 叫做善思念知 那么好好把它想清楚 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我就决定这样 那么慢慢慢慢 你慢慢慢慢 你就会影响你旁边的人 多少你不管 像英顺老师 一开始 一开始讲这种道理的时候 大家都醒来反对他 你看 大家都醒来反对他 但是现在他的影响都蛮扩大 其实是这样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影响最深的就是你自己 你要知道 五十节以来 你是独来独往 你自己一个人来 自己一个人走 你就带着你的政见走 你到哪里 你的政见就是一盏灯 这是一盏千年不灭的灯 真的 非常有力量 如果没有的话 忽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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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就没有了 其实你的政见就表现在 表现在境界上面 你对这个境界 别人都这样做 你不跟谁的事先 就这样观念这样做 可是你有政见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所以 我们说要从 老实讲 中国一般的鬼本论 已谬传谬 由来已久 非从根本上纠正过来不可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大部分的人 人死就是鬼 鬼就要超度 而且每年要超度 还不是每年喔 四月超度一次 七月超度一次 过年又超度一次 一年有时候超度四五次 有没有 七月这边又超度 那边又超度 好几个地方同时超度 比较孝顺的都是这样 我看过那个比较孝顺的 这个道场也写一个 那个道场也写一个 那个道场也写一个 好几个地方同时超度 他的季日超过一次 你看一年超度好几次 七月又超度 过年的时候也超度 反正哪个地方要写 一般的道场都是一年前一次 一年时间道场就发通知给你 每年固定超度你的主线 你的父母母亲母亲 假设已经往生了 然后写每年每年都超度 那有些人同时像在好几个地方 那他每年都跟他写其他父母 好几个地方超度 很简单 你把他当鬼 他死了就做鬼 而且一直在做鬼 而且 而且是什么 二月很重 很多的地方 很多的大师 送金给他 他都没有办法得度 一直在做鬼 所以才免得到超度 你好好想是不是这样 可是你心里面又想的不是这样 这个地方很殊胜 佛光山法谷山都很殊胜 而且这么多人送了 我父亲一定得到利益 明远 还不是又一样 那你想想 那你到底是 把他看作鬼还是看作人 那已经做人了 你要超度什么 那有些人说做人也要超度 那会过得比较好 反正随你讲的 那其实我们好好想 老师这里 这一篇讲的很清楚 你看 他说这个是不孝自己 不要再做这种事 但是你说 我七月大家都在超度的时候 我就做不孝 大家在超度的时候 我做无效不孝 我做不孝 我希望我为我父母亲的这种不孝 不用写名字 真的 你不用写人家帮你送金 那是一种买卖 我就想过 你一百块去买一包花生 卖你花生的人 对你也没有恩 你跟他买花生的 你对他也没有恩 彼此云获良妻 谁也不欠谁 你拿一千块 就好帮你送一圈金 一样的一道理 是不是 那彼此是没有恩的 那我们基本上 就护死三保 就以这个心 然后我就去护死三保 你也不需要 你也不需要说 他给你写名字 给你点灯 给你消灾牌位 给你送金 不需要 那么我就 我心里面想的 我为我父母做这件事情 就是发心 我是为了真上身心 我是为了出离心 我是为了补提心 你是为了真上心做的 布施 这些布施就成为你升天的业 你是为了出离心做的 他就成你解脱的业 你是为了补提心做的 他就你成果的业 你是为了你父母做的 他就成为你跟你父母之间的共约 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一种缘 未来他会依你而得度 未来他会依你得到利益 很简单就这样 我希望大家如果说以后 我们就这样做就好 其实我自己也这样做 我自己也这样做 这个才是真正佛教的 佛教的做法是这样做 所以他说要从根本上修正过来 天去出欲见 色即无色见 深圣受益胜 热胜定益胜 这里讲到天跟人的差别 人跟天 人有三件事胜过天 天有四件事胜过人 如果是欲见人的话 高逆天底下基本上是三件事 第一个我们讲是身 身体比较高大 比较庄严 材质比较好 第二个是寿 寿命比较长 第三个是快乐 享乐 食衣住行这些享乐 比较好 比我们好 第四个是定 定 他的定 定是那种心的那种乐 尤其是色戒天 我们等一下看 大家讲这些 前面讲天胜过人的 后面就讲人胜过天的 人胜过天的善 前面有讲过 后面有讲人胜过天 好 我们来看 天去为生死流转中的善去 比人间更为殊胜为妙 最初是欲戒天 欲戒色戒无色戒 天有三重 是三戒 欲戒色戒无色戒 不但有心有色 而且有五欲男女欲的环境 欲戒天的特点就是五欲 五欲基本上包含在三类里面 我们叫做饮食男女睡眠 欲戒天跟其他的天差别 六道里面欲戒都有 欲戒有六道 就是五道 他是天 天没天就是天而已 欲戒色戒无色戒 那么 基本上 这个欲戒的欲戒天 我们讲天 欲戒色戒 我们色戒 欲戒六天里面 这个四王天 刀力天 这里开始分 这里是BG天 然后夜谋天 上去就是空居天 就是稍微要有一点点定 稍微的定 真正的定在色戒天 然后多算天 然后夜这个画六天 他画自在天 没错 我们来看看 还要写 这个受力 升长 色戒无色戒 那这个是空居天 这个是异曲弥杀 所以说异曲天 那四王天 他欲戒天 欲戒天 欲戒天 欲戒天的特点 饮食 他有吃 色戒天就没有了 色戒天是残月为始 无色戒更没有 色戒天就残月为始 他没有饮食了 色戒天过去就是残月 都不吃了 那一届天有 他吃的不太一样 像我们要咬 我们要断食 那你不用 那有些是吸食 吸这个就有饮食 然后有男女 色戒天就没有男女了 这还有男女 那有什么 有眷属 眷属有王臣 有国王有大臣 就是眷属 这些眷属 王臣眷属 那有男女 还有什么 还有睡眠 一届天还是有的 有饮食 男女就是男女情爱 那么 所以这些情爱 他就一般把这些情爱叫做饮 淫玉 那世王天跟道文天 淫玉跟人间一样 他都是行交成也 就是男女 男女性器官结合 行交成也 但是他跟他跟忍不一样的是 他跟忍不一样的是他出气不出精 天人 就是不会留这些不干净的东西 但是他一样有男女 他有眷属 有王臣 那么 色戒天 色戒天要分 色戒天要分 色戒天就是产月为止 但是出禅还有眷属 出禅有王臣眷属 二禅过去就没有 色戒天就没有饮食了 也没有男女 色戒天没有男女 没有饮食 没有睡眠 那么 但是 他分两个阶段 就是出禅 二禅以上 就不一样 从这里分 如果一戒天是从 空居天跟地居天分 那 四皇天跟道文天都是行交成也 那夜魔天多帅天 花乐天就没有了 这个是相报 这个是指手 就是手 手牵手而已 那 这个是 相报 相守 指手 花乐天是 这个是相事 相看相笑 我看一下 还有一个差别 相笑相似 对 指手 相笑相似 这个是相笑 代表他的情爱 夜魔天 夜魔天就是相报 这个是两个人相握手而已 这个两个人相笑 这个两个人相看 就这样 那 这个是御戒天 御戒天的特点 御戒五欲 五欲表现在 隐时 男女 男女 情爱 所以孔子讲 隐时男女 女人之大欲醋 那还有 还有 这个 睡眠 跟眷属裔 还有这两个 那 色戒天就没有 色戒天没有饮食 他产月为食 没有男女 没有男跟女 没有 也 眷属有 眷属王城有 出产 出产三天 大犯天是国王 犯府天是大臣 那 犯重天是人民 所以 出产以上 出产 还有眷属 还有这个眷属裔 卤王城 那 也没有 也没有睡眠 就是 这个是 一天天的特点 还有很多 比如说 他们都是化身的 一天比一天 境界比较高 大概 大概就是这样 那生茶也是 一天比一天高大 寿命一天比一天长 大概是这样 但是一天天的特点就是五欲 五欲中和的就是饮食跟男女 因为五欲是这样 五欲是这样 五欲是 色 生 香 味 醋 如果是饮食 它是色 香 味 醋 饮食 它是这四个的中口 好看的 好闻的 好吃的 口滑的 那么吃一句口感好 如果是男女 那是色 深 香 醋 那是这四个 所以它杂染比较深一点 另外有睡眠 有睡眠 然后有这个眷属 那到了色界天 这些就没有了 但是色界天还有眷属 眷属 不要忍多一点 二禅以上就没有 二禅以上在禅店里面 他一个人一个世界 他没有确实无痒 这个都有国王 有大臣 有这个人民 他希望忍多 他一家人 河流融融 越来越多越来好 越是像这样 有他爱的人 有他自己的人 也像这样 这个就是眷属欲 好 那这是一个差别 想到天人 那天人都是化身 天人都是化身 那我们来看 那导师开始讲 他这里讲 最初的是欲界 欲界天 不但有心有色 色就是身体 色就是这个身体 到无色界天 他就没有了 而且有五欲与男女欲的环境 我们说过 五欲跟男女欲 那其实男女欲 其实就在五欲里面 色身相慰素 其实就是饮食男女 另外睡眠跟眷属欲 众生的烦恼就细浮于 这一些境界而不能理 这个就是欲界 那越往底下的就越粗 执着就越重 鬼道就比人重 畜生道又比鬼道重 那第一道最重 基本上就是这样 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我们看得到的鬼 那个狗就好了 那么狗 狗 不是狗 就是畜生 不管是狗跟猫 鸡 鸭都一样 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 就是吃跟什么交配 就这样 动物都这样 那除了吃外就是玩 大概就这样 没有什么 最重要的就是他会忽食 然后他会怎么样 他会有那种交配的那种支配欲 尤其是那种火网 那为了这样 为了抢食跟抢交配权 常常是不惜生食的 那这个在畜生道非常明显 他的执着非常重 他可以表面的 那鬼道比畜生道好一点 那人又比鬼好一点 那天又比人好一点 那社界就没有了 社界就没有了 那基本上是这样 就欲界特别 那欲界里面有六道 欲界里面都有 一般讲 我们现在讲五道 都有 好 那越底下的 这个 对这个欲 欲的五欲的执着 越强 越强 那越强 你受的苦就越多 就越多 好 我们等一下看 欲界的大地 地面 地下 水中 空中 所有的地义 旁生 恶鬼 人 阿修罗 都是欲界的 都在欲界 那么除此 此外 還有欲界的天 就是天 六道里面 都有六道 就讲五道 多一个阿修罗 那一般 最早是讲五道 后来讲六道 人眼睛讲到七道 多一个仙道 那么 一于大地中的 须弥山而住的 有四大王中天 我们就讲 高利天 十两天 是地居天 从此以上 有夜魔都算 化乐 他化社会天 这四天是空居天 一共有六天 玉界有六天 都有君臣男女的国家 到二产以上就没有了 初产以上还有 社界的初产还有 但是初产没有男女 但是有王臣 有卷子 二产以上都没有 没有男女 没有王臣 那社界都没有饮食 社界都不需要饮食 以人间差不多 只是福乐圣庙而已 福乐表现在 他的饮食 他的宫殿 这几部分 比如说我们讲过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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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立天的 以道立天的为主 那道立天的天人 也分三等 比较有福报的 他失忆得以施死得死 他要吃饭 先要有一个盛饭的器具 这盛饭的器具就开始分等级了 他基本上是金 金 比较差一点的 这更差一点的 那我们用人间的来讲 金 银 铜 金碗 银碗 铜碗 当然他们没有铜 他们都是金碗 他们都是金碗 铜不在金碗里面 只是我们做比喻 金 银 铜 比较有福报的 一讲 用金碗 盛着那个又香又暖又白的饭 比较福报中等的 银碗盛着也香 也白也暖 但没有那么香 那么白那么暖 这个在福报低等的 在最下等的 就香气没那么香 就更低等就是了 那饭就有点点像赤色的 就不是白的 就没有那么暖 有点硬 这个就是福报的问题 衣服也一样 衣服他不是买的 不是做的 他想自然合成的 自然合成 天一无后 就是不用经过采访 自然合成 他想就有 但是布料不一样 那你说我要想他那一套 没办法 你的福报就是穿这一套 自然合成 那这个就是果报上的差别 那但是都比人好 都比人好 那么身 每一天他的身场是不一样的 比较高大 那皮肤的肤脂 那么他所享受的武艺都有差别 住的宫殿也有差别 那因为宫殿他不是盖的 他是福报相应的 他生到那里 跟他相应的宫殿就形成了 就好像我们生下来 我们的皮肤好不好 那可一定是跟你的福报 跟你的夜是相应的 你没办法改的 那你一辈子就带着这种皮肤 类似像这样 好 那这里讲到 他说跟人间差不多 只是福乐圣庙而已 欲戒以上是色戒 是有心事的 有物质的身体与住处 可是没有欲戒 欲戒以上就没有五欲之乐了 就没有了 众生的烦恼 系浮于这一些而不能理 所以叫做色戒 就在这个身体里住处 色戒天略分为四禅天 细分为十八天 色戒到底有几天 这个讲的不太一样 欲戒六天 其他部派讲的都一样 无色戒四天也都一样 但是欲戒到底有几天 其实有很多种说法 但是我们现在用的十八天 是普遍的说法 就是一般叫做 就是大家比较认同的说法 好 那我们来看这十八天 四禅十八天 初禅二禅三禅都三天 那四禅有九天 重点是后面有五不凡天 所以色戒基本上分座 分座分座三个层次 我们先来看老师这边写的 他说那么色戒天略分为四禅天 细分为十八天 初禅有三天 饭重饭腐大饭 那么这个是还有劝述 那二禅以上就没有了 因为初禅还有许多次 二禅以上就无选无适 然后就在店里面 这虽没有男女的差别 色戒都没有男女 色戒没有男女 没有武运 没有饮运 也没有饮食 没有睡眠 但还有君臣人民的国家型态 就是有眷属欲 希望人多 希望越有人 越热浪越好 希望这样 刀利天主 看着怎么我的刀利天主 越来越少 就赶快要派他的天人下去传教 教人家修这个五戒十善 正到天上才有人 他不是生出来的 他不是说台湾人生意率降低 国家鼓励 生意才补助你多少 他不是天人生出来的 他要是人间修十善生上去的 所以他要补助就是派天人来这边传教 那么这边的人鼓励你修五戒十善 然后你生上天上去 他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那么多宗教是因为每一天都需要人 刀利天就有三十三天 每一天都需要人 还有悦魔天 还有四王天 那四张天王底下也有很多天将 那面也需要很多人 那还有这个四王天跟刀利天 他还有一个差别 这欲戒天里面 这边还有 还有震动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验证会 他会跟阿修罗打仗 四王天就有天将 天兵天将 也是要去跟阿修罗打仗 那刀利天也是 夜摩天以上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没有验证会 刀利天还有 刀利天还有四王天还有 还要跟阿修罗打仗 还有这些 但是他不会恨 他就是给他吃好的 但是他还有战争 还有斗争的就是 还有斗争 所以夜摩天以上就没有了 所以这边叫做离正 也离这种震动 会吵架 会打架 就是会吵架跟打架 正面动 会吵架跟打架 夜摩天以上就没有了 差别在这里 那这上面当然都没有了 就是 好 我们等一下看 那有君臣人民的国家请他 那这个是社界天 那二禅有三天 扫光 无量光跟光阴 这光阴天我们就很熟悉 这个地球的人 据说是从光阴天来的 最初的 从光阴天来 那二禅 扫光 无量光跟光阴 三禅有三天 扫禁 无量禁跟骗禁 那四禅有九天 那这四禅的九天分三个阶段 吴云 扶生 广果 这个是凡圣同居的 凡夫跟圣神 有凡夫有圣神 无想天没有圣神 只有外道 这是外道天 那前面就是重点在四禅 后面就九天了 吴云 广生 广果 这个有凡夫有圣神 那么无想天 无想天只有外道 这个正见的他不会生无想天 只有外道没有圣神 所以这个也有可能是长寿天 一般说长寿天 三途八难 生到无想天没办法 他是三途八难之一 那无凡无乐 善见 善见 色旧见 这五天是圣者去住的 叫做五不还天 三国的圣者住在这里 所以这个四禅这九天 就分三个阶段 就是前面三天 前面三天是凡圣同居的 那这个无想天 只有凡夫 就只有外道 外道凡夫 那么后面这五天 只有圣者 这三禅的 三禅 这个叫做五阿纳寒天 又叫做五不还天 就是 这个是圣者居住的 所以这个就不一样了 二禅以上都是居群独居的 四禅就是自己的宫殿 不像人间有一共同的气势间 所以色戒 色戒它就从这边分 我们来讲色戒 初禅 从初禅分 这边有眷属 有王有眷属 有四禅 这边过了就没有 那初禅 我们禅定来讲 初禅是有群有失 二禅是无群无色 那无色戒 色戒的色戒三禅 四禅 四禅 四禅九天又开始分 四禅的九天 那么前面三天 是凡夫跟圣者 前面讲的 福生广生广果 那无想天 重点叫这个无想天 这个是外道天 佛教不修这个 这个是外道的凡夫 这个是凡夫的 这个是凡圣都有的 那后面 无反无乐 善见 善见 色旧境 无反无乐 这经典 书本有 我们就不写了 要色旧境 这个是圣者 差别 就有差别 好 就四禅 四禅又分三个 三个不同的 那一般来讲 那二禅 初禅和二禅 开始做教授 那预见的话 就是从空虚间 跟聚虚间 开始分 那差别在这里 好 那这里讲到 再上去就是无色界 所以连物质的身体 住处都没有 那仅有心事 所以叫做无色界 众生就为这心心法而戏久 由于没有物质 不占空间 所以也不能收在那里 但依禅定来说 是比色界市场更高尚 空无边 四无边 无所有 那么无色界也有四天 就是这四个 三界诸天共有二十八天 三界二十八天 那一般我们说三十三天 那个只有刀利天 刀利天 刀利天主中间 东西南北各八天 加起来叫做三十三天 所以很多人会误会 以为有三十三重天 不是 二十八重天 一层一层 二十八重天 天趣是五趣中最服热的 有四件事 来说 就是我们讲的 身 受 热 定 一个一个来讲 身正 身体非常高大 最下的四王天 身长四分之一聚舍如 何九十战 八聚舍如 为一山 依佛教说一山 那华里十六里 华里十六里 到底我们现在几公里 这很高大就是 有些人 有些人看过天 非常高大 像一座山 你看 如果像一座山 那个应该就是 像四王天 那么高大 那有一些是看过那种三神 三神就很高大 有些鬼也很高大 三神 那三神 有些看过阿修楼也很大 很多人有些人看过 都非常大 那但是到底多大 当然我们也没有办法 切切知道 如果也没看过 但是有些人看过 那有些说 那个山 那个神像 只有山那么大 山也有高山 大山 那一般的 一般的就是非常高大 那像这个都是印度的 华里吉里也不是 现在我们都讲公里 射就近天 身长一万六千 应该非常大 身长二十五万六千年 不但身材高大 而且身体的端 也是人间所不起 那他有几个片 他说佛陀的堂地都烂陀 他有一个太太叫孙陀丽 是印度的美女 那其实亂陀 这个故事流传很广 亂陀没有要出家 但是佛陀回乡神清的时候 很多他的唐宗帝都跟着出家 那亂陀已经娶太太了 那时候还年轻 因为佛陀三十五岁出家 二十九岁出家 三十五岁成佛 四十一岁回到佳比伍卫国 四十一岁回向神清 那所以四十一岁的话 他的亂陀 大概都应该是二十几岁而已 他等多三十几岁 二三十岁 娶了太太很年轻 那很漂亮 爛陀没有要出家 但是他的太太也不给他出去 因为很多人就跟佛陀出家 他的太太很怕 这个爛陀也真的要去出家 所以不让他去见佛陀 那他一直跟他太太讲说 我没有要出家 我就去供养他一下 好兄弟回来了 去看他一下 因为好几年了嘛 佛陀出家 二十九岁出家 三十五岁成佛 中间就过六年 然后 那么第六年又回向神清 就 就隔了十几年 十二年 十一年十二年 所以没有看见 三十五岁 三十五岁 二十九岁出家 三十五岁成佛 然后四十一岁回去 所以你看就隔了十几年 十二年了 所以他也还想去看 结果一看 不顺不解就跟着佛陀出家了 出家了不到几个月之后 他就开始想念他太太 因为他不是真的要去家的 就想念他太太 那有一种说法就是 佛陀就先带他去看山里面那些迷猴 你看看 你看得漂亮还是那些虾眼的迷猴漂亮 其中有一只迷猴眼睛还瞎掉 所以导师在讲这个如虾 虾迷猴就是虾眼的迷猴 有一只老迷猴 眼睛就瞎一瞎 他就带他去那个山里面看 所以你看看 所以他在想太太 他想要还祖回去 佛陀知道 因为他知道那种是可以振阿仁患的 他这一回去就不能振阿仁患了 所以就带他去山里面看 你看你看看 你太太漂亮 还是那只瞎眼的老迷猴漂亮 他干嘛知道太太漂亮 那还用假 结果他又带他到天上 用神通力带他到天上 那个天女漂亮得不得了 他说他一看到天女就往身上太太 你看 所以佛陀就跟他讲 先让他做比较了 他太太跟那个瞎眼的老迷猴 然后又把天女跟他太太比较 你看是天女漂亮 还是你太太漂亮 我的太太跟天女比较 好像那个瞎眼老迷猴 你看 所以他就是一种比较 幸福是比较来的 痛苦也是比较来的 你也没得吃 我也没得吃 我也不痛苦 你也不痛苦 你有得吃 我没得吃 我就会感觉到痛苦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很多痛苦都是比较来的 你热了可以吹冷气 我不能吹冷气 我就会觉得我的人生比较苦 我们都一起住在非洲 都没有冷气 可以吹冷气 一样那么热 你会感到痛苦 简单讲是这样 所以很多都是比较来的 所以这里讲 但乱走到大悟一天见到天女 乱走就觉得孙陀莉简直如瞎眼的女 再也不想她 这个是比喻天女很漂亮 第二个天上有天女 天上化身 男的也可以生 女的也可以生 不是女的才生 那在这个地球上 动物 不管是动物还是人 都是女性生小孩 除了什么 除了那个叫做 有一种动物叫做做什么马 在水里面的 海马 海马 除了海马以外 海马是公的在生 其他全部都是母的在生 那天年就不一定 天年不用怀孕 海马是公的怀孕 海马是公的怀孕 那天人是 不管是男的女的 都会生 但是会生不是大肚子 他就是旁边化身的 那这个 第二个寿命非常殊 殊殊比人间天殊殊 天去的寿命几场 最下的四大王仲天 寿场五百岁 他基本上是这样 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寿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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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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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命五百岁 一日 就是他一天人间是相等于人间 就是他一天人间就是相等五十年 他活五百岁 如果我们人间来讲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他活五百岁 他的一天等于人间五十年 我们过五十年他才过一天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算的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好像应该不是这样算 但是一般是这样算 我们不管 可能是因为你越快乐 你越痛苦你时间过得越慢 你越快乐时间过得越快 我不晓得 那就是他的殊胜 就是我们越痛苦 就是他的快乐 就是他的快乐相比应该是这样 但是他寿命是这样 五百岁 他有五百岁 他可以活五百岁 他一天一天等于人间幾年 五十年 那如果是道令天 他都是从这样开始就是乘以倍数 道令天就一百岁 一千岁 但也有说五十岁的 五十一百两百 那也有说五百一千两千的 也有讲五十年 世王天五十年 一年 也有说一千岁 我们就讲这个 那道令天 那叶某天 两千 那这 啊 什么 一百年 然后这个是两百年 那两千岁 然后这个多算一千 四千 也有想四百的啦 一边讲五十一百两百四百 也有想五百一千两千四千 多了 那画乐天就八千 两百四百八百 也是像这样 就一直下去 那他画自在间就一万六千 那这个是玉介天 玉介天是五百一千两千四千八千一万六 或是五十一百两百四百八百成倍 一千六 那两种说法会管 我们就稳定知道是这样 那如果是初禅 色戒天 色戒天就是 色戒天 他这个还是 几百岁几千岁算的 色戒天不是这么算 色戒天是算 初禅 初禅是二十小节开始算 然后一辈四十小节 六十小节 他是小节开始算 初禅有三天 那二禅也有三天 一样 二禅以上就不是啦 算大节的 就 两大节 四大节 跟八大节 那一直到四禅是一万六千大节 就一直到四禅 三禅就 十六三十二六十四大节 那四禅 四禅就一百二十五大节到 四禅有九天嘛 一万六千大节 好像都乘以一倍 乘以一倍 就这样一直倍数倍数 那无色戒呢 无色戒就更高了 无色戒就不是 这个是小节 这个是大节 这个是大节 无色戒就不是这一千 就一万大节开始起跳 两万大节 空无边两万大节 四无边四万大节 四无边四万大节 那无所有六万大节 飞翔飞翔八万大节 就最高是八万大节 这寿命不太一样 但是这个寿命的算法 因为一大节就十几亿年 是不是这样算 我觉得应该不是 但是 不知道怎么换算 我们不是很清楚 好 那没关系 我们就大概知道 就是说 反正越上面 越上面 他的寿命就越殊胜了 好 那最长的就是八万大节 那八万大节 那八万大节 有的时候 两万四万六万八万 那就有不同的说法 好 那一大节就是 一个世界沉住坏空 这都是一大节 就上次我们画过的 一个世界的沉住坏空 就是一大节 那我们这个世界大破坏又大成立 就沉住坏空 四个中节 那四个中节里面 这个 每一个中节有二十小节 那基本上 这样叫做一大节 好 那一般来讲 一小节有一千六百八十万年 一大节有十三亿 十三亿四千四百万年 一大节十三亿四千四百万年 那还有八万大节 八万大节 那你看多少 那不过 一大节如果是十三亿的话 那一般来讲 我们说我们这个地球 好像也没那么多年 地球 不知道几亿 不亿年 那可以 还要超过 不是亿年 不知道几亿 不晓得 这个年不知道怎么算 换算的 好 那 他说大破坏又成立 成立又破坏 八万次 沉住坏空 这样一次一大节 他有八万次 这样的长寿 真的是求长生 你永生所不成目 你知道吗 太长了 可是这个是不好 在佛法里面 这个是不好 为什么 因为 那么长的时间 你就这样白白过去 你在定中过去 你从乐界下来 那么多尊佛过去 你什么都没有 倒不如在人间 还可以跟着佛休息 可以成就 可以解脱 那么多尊佛 一大节有那么多尊佛 一大节有一千尊佛 一千尊佛过去 你就这样 在定中 什么都没有 所以不要升到 无色界天去 如果 如果可以升到色界天 还可以解 但是你如果升 正三果升到色界天 最好就是在人间是最好 可以常常学 好 热圣 遇天有种种的遇热 色界从初产到山产 不再有忧愁苦恼 都有微妙的残热 但是还有山灾 水灾 火灾 风灾 还有山灾 那风灾吹到山产 四产以上就没有山灾 那四产以上心性平和 而安定 比起玉界的烦消动乱 初产到山产的喜乐冲动 真是幸福奇啊 那玉界更糟糕 玉界不但有山灾 还有山解 鸡井 刀兵 瘟疫 山灾 山解都有 那色界三残天以下有山灾 四产以上就没有 那四定圣 就是他的福乐 他的宫殿很大 他的饮食啊 他这些都很好 那定圣 空居天的 空居的玉界天 就月魔天以上 我们刚才讲过 月魔天以上是空居天 刀立天 四王天 这个是地居天 也有些微定律 不很强 很强的就升到色界天去 初产 二产 三产 就升到色界天去 初产以上就是修四产 及四无色定的果报 如果你正初产 往生了你就升到初产天 如果你得二产往生了 你就升到二产天 如果你没有特别的愿意的话 一升天上就藏在报德的定中 定力进了 寿命进了 就掉下来 掉下来 要看之前做人的时候的夜报 来看 但是大部分都是会做人 但是也很难讲 有些就直接多出生到没有 从他的寿命悠久 可知色无色天的果 报德定果是怎样的出生 总之在三界生死中 天去实在是最福乐的 不管是欲界色界 无色界 就是他的果报都很殊胜 但是升到无色界 其实不是好事 但是如果你有修行的话 你升到无色界 只要不升到非想非非想 还是有可能的结果 就是你有那种力量的话 但是升到非想非非想就不行 升到无想天也不行 色界的无想天 色界的无想天 是在巴难之一 无色界的非想非非想 也不能得解脱 四个三个 这两个是不能的 好 诸苦由恶业 乐由善业及 苦乐随业尽 修善遗迹及 他说人都是怨苦而求乐的 都是不怨罪落恶趣而怨生 怨上生天忍的 生忍生天忍 但这不会因为我们的虚怨而成功 不是你发现要去哪里 就可以去哪里 不是 跟你的业有关系 很多人以为只要有怨 那么念佛就可以往生 没有 阿弥陀佛已经跟你讲 不可以找善跟福德因缘 所以不是你虚怨 每一个人都不想动力 但是为什么会动力 不是他不要就不会去 要依他的业 要从子恶行善的行业中 如山土的苦 就山土道 人间的苦 欲天也有忧苦 欲也有爱别理 那这个四皇篇跟高利篇 有稍微的愿正味 这都是由往昔的恶悦而来 天上的福乐 人间热 旁生里恶鬼的热 甚至地狱中也有些微热感 地狱其实没有热 纯受苦 但是他本来很苦 稍微不那么苦 这个就是热 比如说你手举得很酸 对不对 稍微放下来一点一点 就感到热 很痛 稍微没那么痛 他就是热 以少苦为热 以聚苦到减轻为热 他不是真的有热 没有 他受苦 他没有那么苦 他那个叫做热 所以定义其实是没有热 定义纯受苦 没有热 但是以少苦为热 无间定义 没有不受苦的时候 所以他这里讲 也有些微的热感 叫些微 就好像你手手出去 很酸 不想酸酸到稍微放下来一点 还是酸 但是没有那么酸 就觉得有一点舒服 类似像这样 种种的热爆 无不由善业的积极中来 热爆与苦爆 决定予以善恶的行业 所以看你造什么业 所以你真的要幸福美满 你要什么样的幸福 你就必须造什么样的业 那我们说人感觉到的幸福 从五个方面 尝受健康 这是第一个 你没有健康的身体 你没有办法去享受 这些东西 那尝受健康 然后有钱又有地位 富贵尊荣 然后家庭又美满 这个家庭包括父母 妻女 这个夫妻 子女 这三层关系 那父母慈祥 那么夫妻恩爱 子女孝顺 这个才是幸福 然后另外朋友 事业 这朋友 朋友都有情有意 事业成功顺利 那个人 聪明 美丽 这一些基本上都是五届 五届时善来的 所以你需要什么样的幸福美满 你就往哪方面去努力 就好像你手要有力 你就要训练手 你脚要有力 你就要训练脚 那一样的道理 那你希望 你希望 你希望 这个未来 很长瘦 又健康 很少生病 那你就 第一个不杀生 而且要复生 那你希望未来 能够富贵 有钱 生活过得好 那么 不用贫穷 卑贱 被人家看不起 那你就 那你就要 你就要不偷道 而且要禅布施 要持戒 你要这个 你要这个家庭美满幸福 夫妻恩爱 父母慈想 子女孝顺 那你很简单 那你就要不协影 那你要事业顺利 要朋友之心 那你就要不忘了 我们的幸福 来自于这些 那你要你自己聪明伶俐 那你就要不饮酒 不抽烟 这些麻醉品 不稀毒 那你这些要远离 那你只要往这边做 那么你就很容易得到未来的幸福 那么人间的幸福 还不是那么幸福 天上的幸福最幸福 但是天上虽然那么幸福 不如人间 为什么 人间有佛法 天上享乐 还会再下来 那你不知道要休闲 没有什么 天上不容易 所以他乐有实境 可是你在人间 你受这样的幸福 可是你还不断能够休闲 其实是这样 所以他这里讲 一善而也而遭感的苦乐报 不是永久的 是随着业力的限量而衷进 所以你升到天上享乐 那乐报享文了 因为你在天上 很难得再修福报 很难 你在如果在色界天理上 除非你有正确正上 我无法生那个正三果的 才有办法 那不然的话 你只是纯受夜报 夜报受完了就往下降 所以这个 那你升到天上享福报 福报享完了也是往下降 天人很少往上升的 因为他不太会在修善 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鉴定 就是修天不升天 如人切实信解 那么如遭逢苦痛命境 也不会失望悲观 因为知道这是恶业所遭感的 恶业的力量有限 苦果终究要过去 所以受苦的时候 你要 你不要埋怨 你不用怨天由累 那么你只要发怨 发善怨 那么所有的苦都会过去 那你也要知道 所有的热也都会过去 虽然幸福 但是你要知道所有的热都会过去 所以要赶快再怎么样 再修复 所有的苦都会过去 只要止恶行善 很快就过去 所以你 老实说你看这个是很重要的鉴定 那么做苦的时候不要悲观 知道这个是恶业招感的 恶业的力量有限 苦果终究要过去 就算做低也会超多 何必会苦痛而撼乱自己 不需要 应该努力修缮 以求得当来的福乐 如朝逢喜乐圣经 也不会得意忘形 因为一切的热也会过去 所以不能交涉放逸 因为这是善业的果报 善业跟恶业都有限 有局限 到了 除非你一直做 就好像那个木材要怎么烧都会烧完 除非你一直跟人家添木材 所以福乐也是不久要过去的 就算你升到非常非常八万大血 还是要过落 怎么可因喜乐而放逸 所以不要因为痛苦受苦而放弃 也不要因为享福喜乐而放逸 这个就是他要告诉我们 不要放弃自己 也不要让自己放弃 这譬如年逢官欠 就欠收了 那么饥荒了 然后这个欠收 生活间 唯有努力耕耘播种 思维灌水去同 挨过了饥荒心骨登场 就可得丰热 如年岁丰收 尽管餐饼充足 也唯有努力耕耘播种 施肥灌水去种 因为不这样 坐吃山空 等到没有可吃的时候 那可就苦了 所以 遗亦以身性业果的证券 厌苦而久了 那不要管现况如何 要知道修善于积极 能确立这不问现况如何 但之努力行善的人生官 才是得到佛法的证券 所以你真正有证券 你就会在现在 不管你吃好或不好 你都会努力行善 去恶行善 这是很重要的 若食能行善 而未作善业 一旦苦果灵 而食互何为 这是谨测及时修善的 是气壮 假设现在 我们现在是得小满能生 就是第一个 我们闻到佛法 小满能生就是三图八纳 有八种你没有办法修行的 第一个 三图 就三种 第二个出生就没办法 第二个 升天 升天 长寿天 比如说到无想天 到非想非非想天 其他的天有时候也很难 长寿天没办法 这三二道跟天就有四种 那人也有四种 人也有四种 就是佛潜伯后 没有遇到佛法就没办法 虽然跟佛生在同个时代 但是跟佛生在不同的地方 叫做边地邪见 这也没办法 也闻不到佛法 好不容易跟佛生在同一个时代 但是不同地区也闻不到佛法 边地 这是一种 另外 另外 虽然也跟佛生在同个时代 同一个地区 但是眼睛看不到 耳朵听不到 六根不去 那也没办法 六根句主 自以为是四字变充 那也没办法 不肯学佛 那么自以为聪明 所以这个叫做三土八难 但我们现在都没有三土 没有八难 那叫做霞满人生 所以应该要趁着遇见佛法 我们又愿意学习佛法 没有四字变充 四字变充 你遇见佛法 不信佛法的 不愿学习佛法的 认为你比佛还厉害了 那我们又没有 我们又可以听见佛法 又可以看见佛法 所以我们是得霞满人生的 这个是很难得的机会 所以现实不多八难 八难就三土跟天 就四个 那人有四个 佛前佛后是一个 那生在佛法时代 但是这个不跟佛 就是没有佛法的地区 那是一个 那生在佛法的地区 又跟不去 不能见闻佛法 那又是一个 见闻佛法 不相信佛法 那是一个 那我们生在都没有 我们生在都没有 所以不是又是老猫 又不是残废颠款 莫有知识 有能力 有知才 有权位 有名望 着死能修行善略 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 对我们来讲 这个是 你看 世界有那么多众生 这众生里面 我们只是其中之一 那单单这个地球 七十五亿的人 畜生就不用讲了 非常非常的多 人只是其中很少一个 那七十五亿的人 只有五分之一的佛教徒 五分之一的佛教徒 大概只有十分之一的正性 真的 所以我们是很难得的 如不知至爱浪费光阴 未能努力修作善业 那岂不可行 入宝山空手而回 现在的人生乐果 是过去善业所遭感的 业力有限量 不能长此为此 不会一直这样子的 所以你必须要现在更继续做 就好像这个木头烧完了 现在的温度 是你之前放木材去烧的 烧完了 你再去没有砍材 再来放 等一下天冷了 你就要受寒了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个人生 能够闻到佛法 那是因为我们修持善业 那么修持佛法 悟持佛法 我们得到的 所以我们必须这一生 再继续这样做 那如果没有行善 那么一旦老死到来 恶业成熟 苦果临头 那么我请问到那个时候 还有什么样的善业可以做 可以做我 就是可以做为你的医护呢 所以人生应该趁早行善 不可以等待 不可以允许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因为时间到 那我们今天上到这里就先停课 那到10月21号 因为那个卤研法师的 那个加拿大产品要落成了 我们要去大概就停到10月 9月现在9月就停课了 9月停课 停到10月21上课 10月21上课 10月21上课 好 那要继续 10月21才上课 好 大家合掌合相 愿与此功德 愿与此功德 顾及一切 顾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接共臣佛大 接共臣佛大